大家好我是铁蛋泰勒 今天我们要看的段子是我和我老婆一起开的 老婆就在那里 你不化妆 然后我们经常去上场逛街或者是带着孩子去玩 有的场什么的 其实逛街也挺累的 但是后边我们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一个老板如何知道的会被中国人在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那在中国的时候呢 那在中国的时候呢 走啊 我都不小心买一个一位女人 她们买个化妆品 现在那双鞋怎么样 行行行行行行 走走走走 走了走了 过完了这么快就逛了吗 别着急啊 好不容易出去给我借 你都出去买吧买买买啊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哈 拜拜 啊 舒服 还是就我了 哈哈哈 人性化这个东西 中国确实是非常的人性化 美国也是基本上就是什么都很方便 但是还是中国能方便一些吧 而且中国挺便宜的 刚好今天偷我一个美国的朋友联系我了 他之前在中国待了五年 现在在美国读研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他也跟我说他读完的时候他想再出去 比如说回中国或者是去别的国家 可能是美国是平静一些吧 没那么闹 这中国还是吃喝玩乐嘛 中国你不需要开车 美国你去哪都得开车 还是中国能方便一些吧 说我个人想法哈 我是想家 我喜欢美国 但是我想的最想的是爸妈姐 他的孩子还我朋友那些 我想家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但是生活方面我还是喜欢在中国生活 这个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这个是心里话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就是在哪生活都会很开心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人 觉得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哈 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态度 你去哪 这样的话可以控制一下你开不开心 OK 谢谢大家 谢谢收看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下次再见